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生活,为了梦想,更是为了你 可为什么你却不离久,还总是抱怨这么多 我一直在尽力地投你所好,跟上你的布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契合 可你却变得越来越封闭,一直都在把我往外推 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个最义无反顾,支持我梦想的人 可你却在工作中不断带给我阻力,我现在真的很累 也许和以前相比,你确实变得越来越成功了 可你也渐渐迷失了初心,这样的你 让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携手同行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程,22岁来自天津,剧本沙店老板有请 小程,22岁来自天津,剧本沙店老板有请 交流吧,也渐渐少了,就激化了很多矛盾 就是有一次我俩一块看那个电视剧 我们正好看一个历史剧吧 他就揪着那个电视剧哪有错误 就一直在给我讲,我只是想放松开心一下 我不是想听他给我在这讲课,科普 我要讲课,我说我回学校我听不完了吗 我何必叫上他,我俩对着电视剧讲课呢 人家不爱听以后少讲 但他那个确实是有问题 而且跟他说这些目的更多是出于找话题跟他沟通 而不是说为了单纯给他上课 那他说的对啊,他去学校上课的,我给他讲什么呢 那你要沟通找点他喜欢的能沟通的话题 可能就是在一起久了,感觉就 懂了,懂了,还有啥 他是说想找话题,对吧 那你跟我找找不就完了吗 有一次我叫上我们朋友,我们一块出去玩 我们那聊热火朝天 他自己坐一边看本书 我就感觉有点装 其实是车上顺手的本书,就给烧下来了 而且呢,我到了之后 他也不给我介绍他那帮朋友 他也不跟那帮朋友介绍我 他梦想自己有圈子有话题 在那聊挺好 我呢,也容不进去,特别尴尬 而且我不是很爱看手机这个人 我成了顺手我就翻了翻 这书吧,你说我也没读进去 为了什么,就缓解一下半个汉 行,这个也说可以理解他 但是后来,他不是爱写小说吗 他就经常晚上写 他自己写不行,非得给我打电话 你说,那半夜两三点了 我正睡香呢 他怕一动电话给我又叫回来了 叫回来之后,被激动跟我说 他又有什么灵感了 就一直揪着我聊 我就感觉挺影响休息的 你说你自己写,写了就完了 你要非要跟我分享,咱可以有时有点的 是吧,你不能就整个夜里 都跟我打电话分享吧 那天嘛,主要是 很长时间没见他,很想他 那你就直接去看他呀